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男孩为了救妹妹掉入冰窟 在寒冷的冰水中死去 或许是得到了月神的眷顾 在月光下 他睁开了眼睛 冰面再次裂开 男孩失去记忆 获得重生 他双脚接触水面 水面结成冰 脚踩一根树枝 树枝立马变成他的法棍 从此他点出任何东西都会被冰花点缀 男孩欢快极了 现在的他拥有了冰系魔法 从这一刻起他拥有了新的人生 他颤颤巍巍飞到附近的村庄 他想问问这是哪里 可人们直接从他身上穿过 原来他成了不可见状态 可以说是幽灵 也可以说是神 后来人们称呼他为冰王子 几百年来 由于没人能看到他 他用寒冰到处恶作剧 在一个地方玩够了 他又会从天空跳跃去另一个地方 他去的地方总会带来漫天雪花 他会偷偷用雪球砸小孩 被砸中的小孩会变得永远开心 这也成了他成为王子之后最大的乐趣 他多想像他们一样拥有朋友啊 这天在电线上散步时 天空突然出现金色光束 一个自称式睡神的小胖子 出现在他面前 他的金沙所到之处 便会给孩子们带来美梦 与睡神一起的黑复活兔子 传说美到复活节 他都会往人间送去彩蛋 电影结束后的彩蛋也是这么来的 不过这家伙直接带着小弟 把王子给绑架了 兔子挑到地洞回家 小弟们则乘坐穿越门 拿到了北极 王子见了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自称是圣诞队长 而面的精灵解释 他们是王子的粉丝 早已被王子的帅气迷倒 绑架了王子 是想让他加入守护者联盟 一起去守护孩子们的快乐 王子完全没搞清楚 这是什么个情况 他只想玩雪球 队长说这是月神的安排 月神选中的王子复活 那成为守护人就是他的使命 兔子也告诉王子 想要被人看到 这必须有人相信你的存在 成为守护者是被人看到的唯一方式 既然如此 王子只能答应加入 其实美梦的另一面便是噩梦 一个叫梦炎的黑暗神 也会去给孩子们注入噩梦 噩梦带给孩子们的 便是恐惧与害怕 圣诞老人得到情报 梦炎已经入侵不远处的牙仙殿 牙仙殿里住着非常多的牙仙 孩子们睡觉前将掉落的牙齿放在枕头下 睡着后 牙仙便会拿着牙齿放下礼物 牙齿将被存在记忆桶 作为载体保存记忆 一旦孩子们发现牙齿没有被拉走 孩子们就不会再相信有牙仙的存在 牙仙也就会失去魔法 梦炎已经绑架 所以牙仙 只要过了今晚 孩子失去对牙仙的信念 梦炎便会通过噩梦 让世界黑化 圣诞老人带着伙伴们连夜收集牙齿 以免让孩子们察觉牙仙被绑架的事情 可不巧 刚好遇到一只傲哈子 兔子说着就要和狗子干架 睡神眼看着不妙 丢出美梦金沙 牙仙的美梦是漫天的牙齿 兔子的美梦是漫天的胡萝卜 圣诞老人的美梦则是拐杖堂 只有王子的美梦 没人知道 此时梦炎的黑马小弟飞来 王子和睡神上前追踪 黑马被金沙碰触 立马就会变成金色的福分 梦炎继续放大招 召唤千万匹黑马 每一匹黑马都是一个人的噩梦 睡神被噩梦团团包围 靠一个人的魔法 很难进化这么多 最终为了掩护队友逃跑 睡神 咒了梦炎的黑暗之剑 一下拯救世界的睡神被黑化 王子想去救人 梦炎向他释放 黑暗大招 可王子的寒冰能动化一切 包括梦炎的黑马 梦炎这时才意识到 自己真正的个性是冰王子 睡神死后 守护小队为他点灯祈祷 小精灵们也奏乐怀念 大快的野人 第一次流下眼泪 失去队友之后 王子他感受到朋友的珍贵 而此时最严重的问题是 人间的信念正在不断减少 美梦和噩梦的平衡被打破 一旦所有美梦都消失 地球将是一片黑暗 兔子带着大家回复活岛 希望用彩蛋唤醒孩子们的快乐 到家才发现 溜进来了一个小女孩 复活蛋 全被他给破坏 王子利用冰球魔法 让兔子开朗起来 复活岛的鲜花 不断结出复活蛋 蛋蛋们被染色后 变得五颜六色 深夜 王子听了一个女孩的呼唤 他循着声音 拿着牙线的仓库 这里分印的所有人类的记忆 精灵告诉王子 他的前世记忆也在这里 王子一个一个记忆筒查找 可实在是太多了 梦言突然出现 告诉王子 他的记忆就在自己手上 兔子拿着彩蛋 拿到人间 可他尴尬的发现 孩子们已经不相信复活兔的存在 兔子瞬间失去魔法 变成了像王子一样的透明人 同样的是那老人 也变成了一个普通脑头 当看到王子手中的记忆筒 所有人都怀疑王子和孟言 已经是一伙 就是他破坏了所有彩蛋 王子被抛击后 拿着记忆筒 很是郁闷 要不要打开前世纪 毕竟已经过去的三百年 此时孟言再次出现 孟言知道 暂时打不过王子 开始给王子洗脑 说着 人们既然不相信 守护着林盟 只要相信黑暗 他们就能统治地球 王子选择了 互参与纷争 突然 孟言以精灵性命为威胁 命令王子 交出法杖 看着可怜的小精灵 王子还是裹挟 不讲心用的孟言 居然砸死精灵 然后弄断法杖 接着王子也被丢入深渊 他手握奄奄一息的小精灵 想着结束一生 即将昏迷之时 记忆筒又在呼唤他 精灵帮王子打开前世纪 那时的王子是个普通男孩 还有家人 还有亲爱的妹妹 正是因为舍己救妹妹 才会被月神复活 王子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使命 不当然单是加入守护着林盟 而是去拯救其他人 自我信念的力量 让他重铸法杖 原来自己相信自己 也能获得魔法 王子先是冲到牙仙宫殿 就牙仙 可此时 最后的星光也在会去 星光从六个变成三个 又从三个变成一个 最后一个也在渐渐熄灭 最后那个孩子 这是之前狗子的主人 吉米 王子在玻璃上画出复活弹 吉米问 是不是冰王子来了 原来吉米还记得 兔子那天叫过冰王子的名字 此时冰王子居然被人看到了 原来只要相信存在 王子也能被孩子看到 吉米被带到复活兔面前 可此时的复活兔 已经是一只 某某大的普通兔子 根本没有之前的霸气 吉米现在成了唯一能看到 守护联盟的人 孟严不出意外 出现在天空 此时孟严的魔法 已经得到加强 王子想要打败 孟严 需要获得更为强大的魔法 他们必须让更多人相信 他的存在 王子带着吉米 要他让朋友相信 守护联盟的存在 孩子们纷纷出来 跟随王子 对抗孟严 孟严看着几个熊孩子 竟然想和自己作对 笑着孩子们的愚蠢 可当接触孩子们时 孟严竟然变成了金沙 原来孟严再强 也只能给孩子 注入噩梦 并不能直接伤害孩子们 守护联盟 获得金沙的能量 瞬间拥有了魔法 消失的睡神也再次复活 看来只要有美梦存在 睡神就不会消失 最终孟严被睡神打败 在地上做着美梦 睡神继续向人类传播金沙 只要有了美梦 那孩子们就会也快乐 世界也会变得美丽 孟严因为失去噩梦的加持 醒来已经变成了透明人 他看着悬崖上的黑马 以为还有人在做噩梦 万万没想到 那些黑马是他自己的噩梦 非常有想象力的一部动画电影 里面出现的各个人物都非常有趣 只是电影想放进去的人物太多 看完反而没什么印象 如果能把兔子的戏份加大 绝对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没听不吓定 万点就关注 西瓜坑林 本作为男人 动画电影 守护者联盟